先介紹大概這邊的環境啦 因為這邊搬過來已經大概七八年左右了 然後這個地方是跟地主租的 不是我們自己的地 那這些犬舍總共這個區域 就是從以前的雞舍啊 豬舍改建過來的 那目前這邊的狗我們收容大概有 將近一千隻左右也有這樣子 那除了以前十幾年留下來的老狗之外 平常緊急救援的啊 然後癱瘓的也都會送來我們這邊 那除了是一些救援的狗 我們在醫療室裡面醫治之外 然後我們像今天因為醫師剛好休假 然後我們就是必須要去每個犬舍幫他們餵藥 有一些就是有那個怎麼講 比較慢性病的 有些慢性病因為他們有些肝臟不好啊 或者是皮膚病之類的 我們就是要餵藥這樣子 OK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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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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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不可以吃喔 水垢圖 水垢圖 這邊牠們都要這樣刺啊 那把這給我一點點想過來 唱在吃嘛 你一般都這樣快點 正確的狗吃到 就趕快先餵牠 然後其他再趕快 有時候可能要丟一些 拔一些引開這樣子 大部分要餵牠的話 都是要關農的 會比較多一點 那裡面一些不能放呢 什麼意思 就是牠可能是比較弱勢的狗 會被欺負 不是比較膽小 就是比較兇的 但是在犬舍裡面的話 大部分都是會比較弱勢的狗 牠如果放出來的話 除非牠會被欺負 或者是我們剛放進去的狗 這樣子 新的狗這樣子 這是見狗嗎 對啊 這也是被人家丟出來的 眼睛有點問題 晚上 再來就醫療室了 來 好 好 主人像一般這狗 牠怎麼看大公 可以摸摸嗎 通常的話 用手靠近的話 應該就知道了 有些牠會 新的狗牠 牠會比較怕牠 會那個 牠可以再示範一次嗎 這樣子牠就會 你說這是什麼動作 就是讓牠先聞你的味道 這樣子 然後試試看 試試看能不能摸這樣子 像這個一提牠就會 你看 牠這樣子可能就是 不是 跟我比較不熟 這樣 對啊 大牛 你看 長得好像牛 對啊 大牛 牠就比較好一點 牠們通常有禮拜六的話 也會放很多狗出來 裡面玩 到運動場裡面去 或者是在這邊散步 這樣子 那我們現在 外面的都餵完了 伊老師還在清掃 我先看一下 我先看一下